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原本呢是不想更新的 但是呢 喜欢我的人 每天在等着看我的视频 不喜欢我的人也在等着看我的视频 喜欢的人也要看 不喜欢的人也要看 所以说我还是要坚持每天更新 这不昨天我就是发的那个 我遇见那个大爷骑行 那个大爷那个视频吗 其中呢有这么几条评论哈 我挺生气的 说实的啊 大爷这么可怜 那你嫁给大爷吧 还有一个说啥 那你给大爷生个孩子吧 真的 我看了 但凡是个人都说不出这么样的话 你说人家老头都这么大岁数了 不知道尊老爱幼啊 人家是老人 我是小孩 怎么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胡逼周 胡逼八扯呢 怎么呢 你吃的跟别人都不一样啊 你说谁家没个老没个小啊 那你不老吗 你没有老的时候吗 对吧 咱不好那么讲话 你说我跟人家都差一辈的人了 啊 那那都叫爷爷都行的了 啊 我跟人家结婚生孩子叫 那不扯犊子呢吗 你咋心的说的呢 以后不行这么说了啊 再这么说我真生气了 生气我真都不打理你了 我都不拍视频给你看了 你别看我长这样 啊 其实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 乍一看不咋的 你仔细看 其实也不打理 但是呢 我心眼不会 说的话多让人伤心啊 是吧 行了 咱们弄点饭吃 一个人的生活就是简单 有一点点吃的就够了 每天早上我习惯性的打上一点米糊 我这个小锅蛮好的 用这个电源非常的方便 放进去就不用管了 再洗上点生菜 再来上点水果 早餐很重要 一定要吃好 你不说吗 早餐要吃好 中午要吃饱 晚上要像乞丐一样 吃得少 咱们的早饭做好了 有食欲吧 既营养又健康 其实自家旅行还是蛮省钱的 我大体合计了一下 我一个月加油吃饭 差不多有3000块钱左右 不去景点的话 如果去景点的话 那就费用稍微要再多一点了